字幕提供 下一場講者是Paul Min 我們把時間交給他 請大家掌聲歡迎 這一節是要講 Clickhouse私療庫引擎的原碼 那我先說一下 Clickhouse的原碼是用C++寫的 然後我已經十幾年沒有寫過C++了 所以我的C++現在是read only 就是只能夠讀不能寫 但我們這鬼是帶您讀原碼 我們可以只要讀一讀就好 不用真的寫 所以讀一讀還是可以的 所以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Paul Min 然後Twitter還有其他地方的ID 是PM5數字的5 那我通常可以在Twitter上找到我 我通常我是在G0V.Social的Methodon上面 然後我平常會算數學寫程式一些有的沒的事情 然後有參與G0V 我現在在直子科技擔任工程師 那會用Clickhouse也是因為公司的專案用到的 所以我大概去年的時候開始用了這個資料戶 我覺得它很有趣 然後有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速度很快 那因為覺得很有趣 所以開始看它的code 所以我要快速的講一下 我們在真人 直子科技是一間瑞士的公司 做的主要是點對點加密的網路服務 然後我們有做Mail 有做Calendar Drive VPN還有Bridge Bridge就是讓你用自己任何一個Email Client 可以來接我們的ProTownMail的服務 然後可以用OpenGP去 那我們在台北有個辦公室 然後有這一堆人 從Administrator到SRE到開發者到分析師跟TechnoSupport都有在真人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歡迎回後來找我 好回到Clickhouse 它是一個開源的OLAP資料庫 就是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資料庫 所以這種資料庫的特性是它的query會比較複雜一點 然後比較難事先預測你要下什麼query 就是我們如果用MySQL這類資料庫 我們比較容易預測它會有哪種query 然後你知道為了加速某些query 你要建一些好的index 但是OLAP是給分析師用的 他們今天明天後天會想要下什麼query很難講 要看情況 所以它沒有辦法很容易的用index去加速 那Clickhouse是一個column oriented的資料庫 意思是它儲存資料的時候在filesystem上面 它是一個column一個column存的 那MySQL這個資料庫是一個raw一個raw存的 所以它可以針對每個column去處理一些特別的壓縮法 或什麼的 然後如果你只要query其中兩三個column的話 它可以只要讀那兩三個column的資料 進來就可以處理了 所以它可以速度很快 所以它的特性就是它還蠻快的 那 那 有一個中等大小的例子是我在工作上做個測試 就是 下一個像這樣的query 那 data table就是一個log table 它存了一些log 那每個log有一個timestamp 那timestamp這個field的精確度是到秒 然後 這個query就只是算一下整個log table裡面 每分鐘收到了幾個log 然後把它算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groupby的query 那 這個測試的資料庫 它整個data table大概2.6TB 然後timestamp這個field沒有建任何index 那 跑出來的話 它大概要 然後 跑過9點 就是 96億 個log 的資料 然後 為了這個query 它要讀 38GB 的 資料進來 那 算出來整個結果 它可以在1.6秒之內算完 所以 對於分析師來講 它以下就可以得到結果 然後 這是一個 隨便下的query 它 那table沒有針對這個query做任何加速 所以 它的好處是 你不用事先建index 然後 分析師如果想要做別的query 就是這個是針對 每分鐘去算的嘛 你要做一個小時 或是兩個小時 的groupby 或者是要加上其他條件groupby的話 對於查詢的速度 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分析師可以很快的換 他想要的查詢條件 然後看結果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 所以這個是 覺得 clickhouse很好用的 一些方面 那 我 等一下會講 它的原始碼的一些地方 它的結構 主要參考的一個當然是原始碼 在github上面 然後 它的官網有一份文件是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overview 這份文件寫得很好 但是它中間有一些地方有點 呃 沒有更新啊 有點過過時了 因為它程式碼改編很快 所以 呃 前面跟後 開頭跟結尾的地方很好 但是中間有一些 關於blockstream的地方 那個程式碼已經不是這樣寫了 所以就只能參考用 然後 它有一些presentation 是介紹clickhouse這個資料庫的 的錄影跟投影片 這蠻多有趣的內容 因為你可以知道 它們是怎麼樣 在 很多不同的環節上面 都想辦法 讓這個資料庫可以跑得更快 所以其實 那裡面有蠻多有趣的地方 好 呃 那我就 呃 開始介紹它的 它的程式碼 然後 呃 先說一下 我在 原本在投這個 這個 講題的時候 我原本想要講的是 它的column oriented 的Storage 所以我寫的時候 可能會講 但是後來發現 我比較想講的是 它的查詢引擎 它的query pipeline 所以我就不會講 它的 呃 column是怎麼存的 然後 merge tree是怎麼 merge 所以 我們還是會講一下 它的Storage Engine 但是 呃不會講到 那麼詳細的說 它怎麼把檔案存在 呃 viosystem上面 然後怎麼樣讀那些東西 所以 呃 我們比較注重 query是怎麼跑的 我們比較注重 query是怎麼跑的 那 呃 Clickhouse的Storage Engine 相關的東西都存在 Storage 這個 目錄底下 然後最主要的介面 是叫做 iStorage 那 它定義在Storage.h裡面 那 每一個Storage Engine 最主要的method 是 read跟write 所以 read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write長得像這樣子 那 呃 就可以讀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 你要write它 write的東西進去的話 就把你的 passcode的ASD傳給它 然後它會告訴 它會回傳一個東西 叫做sync to storage 那 我等一下會解釋什麼 是sync to storage 那 呃 基本上 剛剛看到了 呃 這個 有點不太 就是 我做通影片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 呃 黑底的會看不清楚 所以 呃 就 我大概講一下 呃 基本上它有兩個read的 的 的method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是 public的read 然後 還有一個private read 是 你要 你要設計一個新的 sorage engine的時候 你都要去 extend 你要去overwrite 這個private read 然後設計你自己的 sorage engine 要怎麼讀資料 那 private read 不太一樣的東西 是它會create一個東西 叫做pipe 呃 private read 用在這個地方 所以 呼叫的方式差不多 那它會回傳一個東西 叫做pipe 然後 呃 這個pipe 會拿來 呃 送去 read from pipe 之後 呃 會在這邊出現 read from pipe 然後它會被加進 query plan裡頭 所以 呃 pipe出現在這裡嘛 然後它會被放進一個東西叫做 read from storage step 然後這個read step 會被加進 query plan裡頭 這是基本上 呃 如果你自己設計了一個sorage engine 那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那個read要回傳一個pipe 那個pipe之後會被經過這樣處理 所以這個 呃 是要先讓大家知道 pipe等一下會一直出現 然後pipe是怎麼 怎麼被使用的 那 呃 呃 在講更詳細之前我先講一下 Clickhouse有一個 很特殊的 稍微特殊一點的地方 就是它有 呃 很多種不同的sorage engine 呃 MySQL可能有 InnoDB啊 什麼 MyISAM之類的 呃 Clickhouse支援的 sorage engine 呃 可以存在memory裡面 檔案裡面 它也可以拿別的sql的資料 庫當sorage engine 然後 呃 distributed 等等的 所以 呃 切換不同的sorage engine 對它來講 會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但是它還是很快 所以 這個 設計是跟MySQL不太一樣 因為MySQL的 很多特性是 是做在sorage engine裡頭的 就是 Lock 啦Transaction 這種東西都做在sorage engine裡頭 所以你換一個sorage engine 對它的 呃 效能跟 加速它的方法會差別很大 但是 Clickhouse就比較沒有 不受這件事情影響 你換一個sorage engine 會多一些功能 但它還是可以很快 所以它 就是 表示說 它其實做了很多的 呃 optimization 是 對於任何一個sorage engine 它都可以 呃 加速一些東西 都蠻有幫助的 這是它一個特別的地方 呃 所以 為了 了解 了解 storage engine大概會做什麼事情 就是 需要先找一個例子來講 最簡單一個 storage engine叫做 呃 sorage memory 就是把 資料都存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 呃 我們可以看一下 sorge memory sorge memory 的read 是怎麼寫的 呃 基本上 sorge memory read 在這邊 基本上它做的事情是 呃 呃 它先 呃 create一群pipe pipes就是 複數個pipe 就是 呃 vector of pipe 所以 它先製造 做了一群pipe之後 把每一個pipe 呃 接到 呃 把每一個pipe裡面 接到一個東西 叫做 呃 memory source 就是 它開了一個東西 叫做memory source 接到某一個column 然後把這個 東西存到 呃 pipes裡頭去 所以 這個路跑完之後 那個pipes的變數就會有一堆memory source 然後這個 這個pipes的東西 最後會被接起來 接到同一個pipe 然後被回傳回去 這是 呃 memory storage memory 怎麼製造出一個pipe 的方式 那 你聽pipe這個名字 大家也可以知道 它是一個像 呃 通道管道的東西 所以 它其實是從 datastream programming 的做法來的 就是 這個 這裡做的事情 其實只是 呃 把讀資料的那個 stream processor 接到 呃 你的memory datablock上面去 那它之所以要 用一個loop 接好幾個 是因為它可以同時 從好幾個地方 平行讀資料過來 所以 呃 根據你的 number of streams 有多少 你可以同時接好幾個pipe 然後去平行 一起讀那些資料 那 然後 呃 至於它的write的方式 它要 我們剛說它要 回傳一個 sync to storage 的pointer 就要製造出一個sync 那 這個write的 memory storage memory的write 它做的事情很簡單 它就是製造一個 叫做memory sync的東西 然後把它回傳回去 所以 呃 memory source 跟memory sync 是 呃 這個storage memory 最主要用來 讀跟寫資料的地方 那 呃 我剛說 clickhouse有很多種 不同的storage engine 呃 基本上每一個storage engine 都會做一個 自己的sync 跟自己的source 來處理 讀資料 跟寫資料的 的方式 然後 他們常常是成對的 所以 呃 對於merge tree的 的 呃 storage engine 你就會有一個merge tree用的source 跟一個merge tree用的sync 那 這是用來從那邊讀資料 這是用來從那邊寫資料的 用來從那邊寫資料的 那 memory也會有memory source 跟memory sync 那 它有一個cafca的 的storage engine 就是 呃 你可以從 任何一個cafca topic裡面讀資料 把它當成是一個資料表 是一個datatable一樣讀資料 你也可以把它當 任何一個cafca topic當成一個資料表 你在 Clickhouse裡面寫資料到那個datatable 它就會變成一個 那個topic裡面的一個message 所以它也有一個cafca source 跟一個cafca sync 那 呃 我們等一下就會解釋那個source跟sync 它是 呃 在clickhouse裡面是什麼意思 好 呃 那 我剛剛說source跟sync 呃 跟pipe有關係 它就是從 datastream programming來的 所以 對於source來講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讀資料 那 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呃 你一旦讓它啟動之後 它就是要產生下一筆資料 所以它 最主要的method叫做generate 那sync 最主要的工作是 你給它資料之後 它要寫到 底層的storage去 所以它要 它要吃一點資料進去 所以它最主要的method叫做consume 那 在 呃 memory source的generate裡面呢 你會看到它做的事情是 開一個東西叫做block 然後 呃 把 呃 裡面的name跟type 就是 它的column 叫什麼名字 跟這個column 裡面存的是什麼datatype 這些資訊 通通讀進來之後 呃 它會把它全部放到 這個block裡面 然後最後 這整個block 跟剛剛那些 關於column的type的資訊呢 會全部存在一個叫做chunk的東西 然後被回傳回去 所以 呃 如果你去看每一個 呃 每一個storage engine 它的source到底做什麼的話 它做的事情就是回傳一個東西 叫做chunk 所以 chunk 呃 如果你看這一行的話 chunk這個資料結構 它裡面儲存的東西 第一個是 這裡面到底有多少column 然後 呃 名字啊 然後還有datatype 然後最後還有 呃 這個chunk裡面 到底有多少行 多少列的資料 所以 呃 就是有好多個column 然後每一個column 有一定的 多少列的資料 不是整個 整個column 都會存在裡頭 所以它是一塊東西 那 基本上每一個 呃 storage engine 它用的source 都會做 呃 最後的目標都是要做出這件事情 就是能夠回傳一個chunk 那 如果是source 呃 如果是sync的話 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 你給它一些資料 它要把它寫到底層的儲存系統去嘛 那 呃 字還是有點小 這個 這個是memory sync 的consume的資料 的 的method 這個method 只收一個東西叫做chunk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chunk 所以 呃 我們剛剛說這個chunk 裡面會告訴你 它有哪一些column 然後有多少列 然後還有它裡面的資料有多少 所以 所以 memory sync consume就是把拿到這個chunk之後 它會從裡面讀說 你到底有哪些column 然後把 那些資料寫到底層的 呃 storage裡面 就是如果在memory memory storage memory這個 這個資料 這個storage engine的話 那個底層的東西 叫做它的 是在它的storage的變數裡頭 所以它會把那個chunk的資料 解開來之後 然後對這個storage的 呃 變數 member variable 取一個lock 然後把資料寫進去 然後就結束了 所以 呃 在 寫進去 剛剛 因為 因為那個consume的時候 你可能會跑好幾次 所以每一次consume的時候 它都會吃一些chunk進來 然後最後 呃 你的 寫入要結束的時候 會呼叫這個unfinished event 所以這個時候它會把所有 呃 我們剛剛 所有在consume的過程中 吃到的每一個chunk 都通常存到這個storage的 呃 變數裡頭 所以 呃 基本上 就 小結一下 關於storage engine 要知道的 幾件事情 一個是它一定 重要 一開始講重要的數率跟write 那它的這兩個動作 讀跟寫 最基本的單位都是chunk 就是 如果是讀的話 它會用到 那個storage engine的 的source 然後source的 source的generate 所產生的東西 是以chunk為單位的 那如果是寫的話 它會用到那個storage engine的 的sync 然後sync 所吃的資料 也是以chunk為單位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看一下chunk 到底是 呃 裡面的構造是怎麼樣子 那 基本上每一個storage engine 都會 做這個東西 那只是做法不太一樣 好 呃 那要解釋接下來的query engine 怎麼做之前 就要進到這個processor 呃 processor是 呃 clickhouse取的名字 可是你可以把它想成 是這樣 在clickhouse裡面的一個processor 呃 就是 有一些input的port 有一些output的port 就是這樣 那它在執行的時候會 從inputport裡面 拉一些資料進來 然後做一些處理 然後寫到outputport裡面去 那這樣講起來有點模糊 但是 呃 在clickhouse裡面很典型的三種processor 就是source跟sync 還有transforms 那 呃 這個是 在dataprocessing裡面 或是stringprocessing裡面 很常見的一種模式 就是 有三種 類型的節點 那source就是你可以從它身上一直讀資料 所以它只有outputport沒有inputport 然後transform是你從前一個節點讀來的資料之後 就是 像一個stream一樣一個一個一直讀過來 然後每一個你可以對它做一些轉換 轉換成下一種格式的資料 所以它叫做transform 所以它既有inputport也有outputport 因為它轉換之後要傳給下一個節點 那你可以組合成一串的這種節點 那從一堆source裡面讀資料之後 做各種的轉換 呃 然後再把它送給最後面的一個sync 那sync就是負責把那個資料傳出這個系統 所以它只有inputport沒有outputport 那在clickhouse裡面sync就是 呃 傳出去之後就是最後寫到 呃 儲存媒體上不管是記憶體或者是 網路的socket 或者是 磁碟上 所以在clickhouse的query pipeline是 呃 由各式各式各樣的processor組 這樣子串接起來的 那 基本上每一個processor你都可以把它看成是 source或transforms或sync裡面的其中一個 那 但是有的時候它會還有一些其他東西也叫做 也混到processor裡面去 但那個都是特殊的情況 所以 所以 iprocessor的這個界面它首先 最主要要有inputs inputport跟outputport 然後 如果你要initialize一個iprocessor的話 啊 你會對那些port登記說 就是 對每一個input 你會登記 在這個input 呃 對 你會在這個inputport上面登記說 它的processor是我 所以這個port只有我可以用 那 呃 對每個output你會做這個登記 然後登記完之後就是其他的事情 那 每一個iprocessor 呃 它需要做一些工作嘛 就是 每一個run 它要讀資料或是要transform 所以它有一個method叫prepare 有一個method叫做work 那 schedule是排成用 然後它還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是 像是expand pipeline 是說 呃 我剛剛描繪的那個source到transform到sync 這個 這個結構 好像是靜態的 就是你把它建起來之後 你就從source一直給資料進去 然後資料就一直從sync跑出來 那這個 這個網路是靜態的 但其實不是 在 呃 Clickhouse的 這種 pipeline裡頭 它是動態的 它有可能會因為你讀進來的資料 或者是 你的query的結果 要去調整這個pipeline的構造 所以它會expand的一些東西 那 有的時候是為了暫存一些 計算的結果等等的 所以它有一個expand pipeline的method 那 呃 為什麼會分成prepare跟work呢 是因為 prepare不是threadsave的 然後work是threadsave的 所以它把 呃 每一個run要做的工作分成兩個部分 你會先 那個executor會先跑prepare 把所有跟其他thread可能會 衝突的地方 通通跑完 呃 會把一些要讀的資料 暫存的資料都存到port 或存到processor裡頭 然後最後再一個可以分散式 可以 可以parallel process的地方 去跑每一個processor的work 這樣它就可以把 呃 工作 呃 分散到每一個cpu core上面去跑 那 呃 我剛剛說 那個iprocessor它都有inputs port input port跟output port 然後我還有說processor是一個一個串接起來的節點 那這個串接是怎麼發生呢 就是透過這個port 因為呃 每一個input port一定會connect到一個output port去 呃 這個connect是真的是有這個method 然後 呃 然後 每一個input port有個 有一個method叫做pore 所以 你可以對一個pore pore 就是可以從它身上拉一個資料出來 那被拉出來的資料是用一個chunk來代表 那 每一個output port有個method叫做push 就是 我是一個processor 我有 我拿到一個output port的話 我可以把 一個資料塞給它 它就會傳給下一個 地方 你可以塞給它的資料也是chunk 那因為 input port跟output port是connect在一起的 然後我 所以我把一個資料push 給我的output port之後 下一個接到它的input port 就可以從 同一個地方pore同一個資料出來 然後給下一個processor 所以它是這樣子把 資料push給下一個processor 那 呃 基本上 這個是 下面這邊是 整個connect 這個函式的內容 所以 呃 有點暗 基本上它做的事情是 啊 connect 呃 只吃兩個參數 一個是output 一個是input 可以做的事情是把這兩個pore給連接起來 連接的方式是他們要有一個共享的state 要有一個shared state 所以它在裡面 會 呃 這個地方會產生一個state 這一行 啊 input state會 呃 存 會 store一個新 新 newly created出來的 的state 所以它是 這個 這個state是input port跟output port之間共享 然後這個state 然後這個state又被assign到output port的state 所以 呃 他們 兩個連接起來的port的核心 是這個共享的state 它就是用來 暫存那個 呃 前一個processorpush給它的資料的地方 那 因為你有兩 你這樣就等於有兩個thread在 啊 同時管理這個資料嘛 所以 你可以把input port跟output port 就是圍繞的這個state的一個locked的機制或機構 就是 前一個processor在push的時候 如果前一個processor還在push的話 呃 後面的processor就不能夠去存取這個state 或者是 呃 如果前一個processor 如果這個state的資料已經被拿走的話 那你就不能夠再拿 所以它那個 圍繞著input port跟output port之間有一些這種 查詢的method 就是 前一個push到底結束了沒有 然後現在還有沒有資料等等 那這些其實就是 呃 管理這個state的存取的 的一些lock 那 呃 所以剛剛是解釋 port 那接下來要解釋 block跟chunk是什麼 我先講block 等一下再講chunk 這兩個其實是 類似的東西 那 那 呃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都是 呃 Clickhouse的query pipeline 在處理資料的 的最小的單位 那他們概念上基本上都是 某幾個column的某幾個raw 的這種block的形狀的東西 那 一個block會有 呃 一個 member叫做data data data 是columns with type and name 呃 這個 其實他的構造就跟他的名字完全一樣 columns with type and name 就是 負數個column with type and name 就是column with type and name 就是column with type and name 的vector 那column with type and name 就是column and type and name 所以就完全跟他的名字一樣 那 呃 這個column 是一個pointer 它是指向真正 呃 儲存那一筆資料的 的 的位置 所以他 他指向那個data本身 然後type 是一個pointer 指向一個叫做data type的東西 那 name 就是這個column 叫做什麼名字 就是純粹的自傳的名字 所以 type 是指向一個data type 然後 呃 data type 是 某一種idata type 那他其實就是 Clickhouse裡面 或者是 MySQL裡面 每一個 呃 藍 你可以有的 的型別 可以是數字 呃 onsign integer 32 或是一個stream 或是一個datetime 等等 那 所有 可以靠小支援的 data type 都在這個目錄底下 那 所以 呃 你可以把 block看成 基本上就是一個vector of columns 然後每個column 有它的 資料 內容 然後有它的型別 就是你可以怎麼使用它 然後還有它的名字 呃 我是不是 講太慢了 然後 呃 一個chunk 跟block 基本上一樣 chunk的內容就是columns 然後有多少多少列 然後有一些chunk info 所以columns就是我們剛剛看的 呃 column pointer而已 所以它只有資料的內容 所以chunk 基本上你可以看的是 跟block一樣的構造 只是它沒有data type的info而已 那 所以 呃 你就知道 呃 像我們剛剛講的sores transform跟sync 它們處理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一塊的資料 那最簡單的transform 叫做is input transform 它只有一個input port 一個output port 那就是從那個單一的port裡面 讀一個chunk進來 然後處理它 然後就丟出去 那處理的方式 處理的那個method叫做work嘛 work裡面呼叫它叫做transform的這個method 所以 呃 任何一個要繼承is input transform 製造 做出一個新的transform的class 它就是去overwrite這個transform的method 然後想辦法 然後寫出一個新的 轉換這筆這個chunk的資料的程式 所以 有很多的transform都是用這個做的 所以像 呃 如果sql裡面有limit這個敘述 就是你查的資料回傳 不要超過這個limit的比數 那limit就是用這個is input transform做的 所以它很簡單就是超過這個 這個列數的話 就就不要再回傳了 那還有一個extreme 是回傳在你查詢的範圍內的極大值跟績消值 這個我們可以等一下看一下怎麼做 那這個講起來有點抽象 就到底有多少種不同的transform 那clickhouse裡面可以直接看到這件事情 你可以在它的 呃 console 就是客戶端那邊 客戶程式那邊 叫它explain pipeline 然後給它任何一個sql query 它就會解析出來說 呃 首先有一個expression transform 然後有一個limit 這limit就是limit transform 然後有一個source from single chunk the source 那因為我這個sql叫做select1嘛 就是從單一的值裡面讀資料出來 所以它的source就是從一個single chunk裡面讀資料出來 所以沒有被誇呼起來的地方 其實就是transform的名字 或者是processor的名字 那有誇呼起來的地方是那個 那個processor需要用到的其他的source或sync 所以我很快的講一下extreme transform 之所以講這個東西是因為 一旦通常一旦講到source transform跟sync 那我們都會覺得說transform一定很簡單 因為它就是讀一筆資料轉換一下傳出去 那就跟map一樣 或是python的comprehension一樣 但是其實在clickhouse裡面的transform可以變得很複雜 因為你處理的是一個chunk 那那個chunk可以在擴張變大或變小 不能變小可以擴張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chunk裡面塞一些中間處理的資料 所以那個transform都不一定會是pure function 比如說這個extreme transform來講 它是要查出我的這段查詢結果裡面 極大值跟極小值 它會在prepare的地方先開一個新的port 去儲存這些極大值在極小值 然後接下來從source那邊一直讀資料之後 它會在讀資料的過程中透過它自己的transform去更新它暫存的極大值跟極小值 然後最後結束的時候它會再透過一次的prepare的呼叫 把極大值跟極小值塞到那個它新建出來的port裡面去 所以如果其他的接下來的transform 或是接下來的processor要取用那個極大值或極小值的話 它就要接到它所建出來的額外的新開的那個port上面去 就可以收到那兩個值 好所以講了這些就是小結一下 processor是構成那個clickhouse的query pipeline的主要的原件 那這些processor之間會用port把它互相連接起來 就變成一個pipeline的網路 然後在這個port之間傳送的資料都是以chunk為單位的 好所以有了這些組成元件之後就可以進到什麼是query pipeline 好我可能要講的快一點 首先 要講query pipeline之前 clickhouse會先從一個query plan開始 所以整個clickhouse處理query的方式 是它當然會先pause過一遍 產生一個AST 那個AST會拿來產生一個query plan 那在你要讀資料的時候等等的動作 都會對這個query plan增加一些step 每一個所以query plan裡面會有好多個step 那這些step都叫做都是iQuery plan step 這個界面所能夠存取的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其中一個step 其實就是read from storage這個step 那這個query plan就是等於是紀錄說 你下的這個query它總要做幾個步驟 那但是它並不是一個pipeline 所以它會被拿來build的一個pipeline 又從我剛剛說的有process processes連接起來的一個pipeline的網路 所以plan裡面有 應該可以調我 好那plan這還是很抽象 但是clickhouse裡面可以讓你直接查詢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explain plan 然後對於任何一個sql 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statement產生的plan長得像這個樣子 所以它會第一步會先把你的sql變成ast 然後最後轉譯成一個query plan 然後這個query plan build過以後 會轉換成我們前面看到的那個query pipeline的網路 那query pipeline呢 就我剛剛說的它就是有一堆processors構成的 然後它那些processors時間有port把它連接起來 那所以它的內容長得像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query pipeline query pipeline是靜態的 它是一個接起來的結構 但是你需要有一個東西去戳它 去讓它動起來 你要為它資料 或者是你要從它身上取資料出來 所以可以去戳動它的東西叫做executor 然後有好幾種executor 所以對於一個pipeline你可以推資料進去 所以有pushingpipelineexecutor 你可以從它身上拉資料出來 所以有pullingpipelineexecutor 這些動作都會讓它動起來 如果你從它身上破資料出來的話 它為了給你資料 它就會從最源頭的那個source裡面 去開始拉資料出來 所以這是啟動它的方式 那也可以有asynchronous的方式 然後就是下一個executor 那每一個pipeline都需要搭配它的executor 才可以動作 然後我看看 好這個是push的做法 所以pushingpipelineexecutor就是 你給它一個chunk 它就會把它推進它所針對的那個quare pipeline裡頭去 然後推進去之後 這個executor會對這個quare pipeline 執行下一個步驟 所以它有一個execute step 那 如果是asynchronous的executor的話 做法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是pulling或是pushing的executor的話 它做法其實都是把那個資料chunk 塞給底層的quare pipeline之後 讓pipelineexecutor去執行下一步 所以只要某一個節點 某一個processor有收到資料之後 或是有收到要資料的需求之後 executor去執行下一步 那整個quare pipeline就會動起來 那 它動起來的方式是這樣 呃 好 那應該這就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節 它動起來的方式是這樣 quare pipelineexecutor呢 會拿我們剛剛的那個quare pipeline 建一個graph 叫做executinggraph 那graph裡面有node跟edge 有節點跟連線 那些node就是剛剛的executor 那些edge就是連接好的 input post跟output post 那為什麼要重新建一個這樣的executinggraph呢 因為這個時候每一個processor身上就會有一個lock 跟它的狀態 那透過這個lock跟狀態 它才能夠去執行每一個processor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 所以 因為這樣 那個executor 可以把quare pipeline 變成一個 可以 multiprocessing去執行的東西 它基本上每個run 就是去查說 有哪一些processor 還有事情要做 然後分別去做它 那這些工作可以分佈到每一個call上面去 所以 所以 應該executinggraph就是有node的edge 這應該還好 對 然後 pipeline execute就可以 multithread去執行這個graph 那 基本上 quakehouse的quare pipeline 就是 從一個query 解成inst 之後變成quare plan quare plan 哪來做一個quare pipeline 然後quare pipeline 交給pipeline executor 所以會變成一個graph 那那個graph可以被執行 就是這樣 好 講的有點亂 有沒有問題 呃 如果 如果臨時 沒想到問題的話 可以 等一下如果 突然想到的話 可以 直下問一下講者 那 謝謝 呃 吧 報名 我 沒有 我